成龙觉得自己比金城武都帅 抢走了金城武量身打造的角色 原来是另有他意 难怪成龙执意耀眼 神话是成龙经典代表作之一 唐继里曾在一次采访中 透露神话这部电影 一开始是为金城武量身打造的 所以本来是想让金城武来饰演男主 但是没有想到被成龙看上 成龙在看到这部电影的剧本后 便立马联系了他 表示自己要出演神话 要知道这部电影的男主 原本跟成龙没有任何关系 而成龙截胡了金城武的资源 成文 成龙给唐继里导演的理由就是 他觉得自己比金城武帅 认为自己的颜值和演技 如果演这部电影简直绰绰有余 面对成龙的主动要求饰演 导演唐继里有些无奈 毕竟剧本是按照金城武来写的 而对于一些造型上的想象力 都是金城武 当时唐继里也没有办法拒绝 毕竟当时唐继里和成龙的关系 因之前的合作之间的关系很好 唐继里导演自然也不好拒绝成龙 便临时幻觉 把这部电影交给了成龙试验 那么为何成龙如此执意 要饰演这个角色呢 专闻成龙要演这个角色 是为了另外一个演员而来 他就是韩国演员金喜善 当时金喜善饰演的角色 可以说惊艳了全国 而成龙也正是为了他才来的 在神话的这部电影中 成龙和金喜善的合作十分成功 甚至连电影的主题曲神话 都是由两个人合唱完成的 这让很多人猜测 成龙主要是喜欢金喜善 所以才愣是要男主演 就是想认识金喜善 不过不得不说 成龙饰演的将军蒙毅 在电影神话上映后 当时受到了大众的好评 而且票房也收获了优异的成绩 假如当初真的是由金成武来饰演神话 结果会怎么样呢 对此很多观众觉得 成龙会比金成武演得更好 因为金成武演不出成龙的气势 如果是男主的金成武啊 那么这部电影绝对没有先在乎 但是也有一些观众认为 金成武要是演了绝对会大火 换个角度来说 金成武的气质更大 而成龙在这部戏给人的感觉 就是怪怪的 有一种美女与野兽的感觉 但是成龙大哥在电影票房上 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金成武也是不错的 他的演技和气势其实也很好 你们觉得如果是金成武出演神话 票房会不会超过成龙大哥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